我們看第四小圖 它說假如A有反方症的話 那麼它會滿足消去率 也就是說如果AB等AC的話 A是可以消去的 結果就是B等於C 那我們證明 因為A有反方症 AB等於AC 因為它有反方症 所以我兩邊把它乘以反方症 A Inverse B A 再乘以B 它會等多少呢 會等於A的逆 我方正乘以A 乘以C 那A的Inverse乘以A的話 這是E i是單位矩正 這也是單位矩正 那單位矩正乘以B還是B 所以是B 就會等於C 這樣就等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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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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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